清乾隆28年公元1763年 永平府原山镇发生一件怪事 小商贩万涛的妻子因病去世 七日原坟发现坟墓被盗 尸体被偷 棺木中只留下一个头 卢龙县典力审红 协助支县匡名详细调查 竟揭开另一宗杀人奇案 大家好 这里是关山太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接下去继续今天的故事 9月初三这天 卢龙支县匡名 正在未图户审三杀妻之案范畴 突然衙门外经堂鼓响起 城西三里原山镇的商贩万涛前来报案 万涛的妻子病亡 七日前下葬 今日头七天坟烧植 他发现妻子心坟似乎动过 图内还录着妻子下葬所穿的一只鞋子 万涛认为有人盗墓 赶紧叫人挖开坟墓 当打开棺材时 吓得木凳口呆 原来妻子师生不在 只留下一个头 棺内贵重陪葬品被洗劫一空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沈三杀妻案还未结案 又添了一起开坟道尸案 匡之县虽心情烦闷 但也不能不理 就命典力审洪 带差役和武座前去勘查 现场勘查完毕后典力回禀 棺盖是从侧面敲松 而后敲开 头颅也是被一刀砍下 棺底褥子上有个脚印 马号很大 此人应该是个身材魁梧 力大之人 武座已将脚印踏下存档 匡之县安排差役四下调查 自己则又揣摩齐沈三杀妻案 原来在六天前 城内屠户沈三的妻子田氏 死在屋中 头颅不翼而飞 武座验尸发现 脖梗残留出有绳子勒紧的痕迹 结合脖梗刀口状态 武座认为田氏事先被勒死而后砍头 听邻居们所言 田氏出事的那天 沈三拿着屠刀说要杀了田氏 亏得乡亲们阻拦 才没闹出人命 匡之县调查得知 沈三此人虽然粗鲁暴躁 但对妻子田氏很好 至于二人吵架 也是最近半年才有的 沈三好酒 邻居们认为二人吵架 很可能和沈三好酒有关 对沈家搜查 发现了一把带血的斩骨刀 还有一条沾有女人头发的绳子 根据这些证据 匡之县初步怀疑 田氏是沈三所杀 就将他抓来衙门审问 沈三大喊冤枉 说自己当晚是喝了许多酒 而后就醉倒不省人事 早上醒来发现妻子被杀死 至于最近和妻子吵架之事 沈三交代 是因为妻子讨厌自己喝酒 故而怪罪则骂 才搞得夫妻不合 那把带血的斩骨刀 沈三承认是自己所用 绳子也是平时捆住用的 对于杀妻一是识口否认 匡之县命人严刑拷问 但沈三死活都不承认杀妻 匡之县担心打死沈三酿成冤案 就暂且将沈三关入大牢 命人继续详查 想不到这件案子还没有眉目 就又发生了盗墓偷尸案 再加上田氏的父母 天天来县衙喊冤 要求衙门判沈三斩刑 为女儿报仇 这几件事让匡之县焦头烂额 不胜其烦 四日下午 典礼沈红前来求见 她对匡之县说 大人 我请了吻婆刘三姑于武座 再次复查田氏尸体 据刘三姑讲 那女师生前应该是生过孩子的 但田氏与沈三成婚五年 并无子嗣 而晚涛的妻子徐氏 去年生了个儿子 也是因为产子后身体得病 才于前几日病亡的 我怀疑田氏并没有死 沈三家的那句无头诗 乃是万涛的王妻徐氏 这样一来 两件案子的疑点 就可以解释得通了 匡之县听完顿悟 随后说道 看来沈三妻子田氏不简单啊 你赶紧将沈三从牢中带来见我 我有话要问 不久沈三被带到 匡之县直奔主题 沈三 你老实交代 你与田氏吵架是因为你好酒 还是因为你妻子不忠于你 沈三听完一愣 转而说道 回大人 我妻子一向恪守妇道 除了每隔七天去探望父母 其他时间连院门都不出 最近吵架是因为好酒引起 为这时岳母对我不满 说我喝酒浪费了家中钱财 让我休了妻子 许她改嫁 省得跟着我受苦 我与岳父岳母说了 最近赌钱赢了好多 带把赢的钱财收回来日子就富裕了 可岳父岳母不相信我 出事那天 岳父岳母又逼我休妻 我心情烦闷多喝了几杯 才拿刀说要杀了妻子 我只是吓唬她 没想杀人 沈红突然打断沈三 问道 谁输钱给你了 沈三道 是东城铁匠周斌 他把房屋和铁匠铺都输给我了 求我宽限他半个月 如果到时候筹不到钱 就把房子和铁匠铺给我 他还写下欠条 后来不见了 为何不早说 匡之县怒道 最近衙门禁堵 我不敢讲 沈三听完低头不语 沈红突然想到了什么 随口问道 那个周斌是不是和你岳父家是邻居 是的 他是三年前从外地搬来的 买下了我岳父家旁边的那个宅子 输给我的就是那一所 待沈三说完 匡之县命人将他押回大牢 沈三走后 匡之县和沈红不约而同想到一起 这个周斌很有嫌疑 匡之县安排两名差役 偷偷跟踪周斌 四日后差役来报 周斌这几天铺子没活儿 分别建了城内几个商户 侧面打听得知 周斌要将铺子和房屋卖掉 昨日深夜周斌偷偷进了沈三岳父家 二更十分才离开 今日上午 沈三的岳母买了很多烧饼和酱肉 几坛子酒 好像遥远形式的 匡之县听完微微一笑 看来此时连沈三的父母都有牵连 既然想跑 那就让他跑 两日后上午 周斌签马出城 马身上有四个大包袱 中午时分 城门来往的人很多 沈三的岳父田丘赶着大车也出了城 田丘开这个纸扎铺 车上放的是纸壶的牛马甲人 应该是城外某处有人办丧事 田丘出城十里 在一片树林边停下牛车 林中一人走出 正是周斌 这是牛车最下面躺着的那个指人丫鬟 突然坐了起来 抹去脸上粉装 撕掉身上纸衣 这个人就是沈三的妻子田氏 正在这时 附近马蹄声响起 巡检司的兵丁突然赶到 江三人抓获 直接押到县衙大堂 并命人江沈三的岳母 还有万涛一同传来问话 吴座拿出万涛妻子棺木中的那个脚印 与周斌的鞋子做对比 完全吻合 同时差异在周斌包袱中 搜出了几件首饰 其中一枚戒指 内壁刻着万涛妻子的闺名 在这些证据面前 周斌 田氏和田秋夫妇无法抵赖 交代了道师假死 诬陷沈三之事 原来周斌来鲁龙不久 就结识了田秋夫妇 因为是邻居 周斌这人又圆滑 就经常帮田秋夫妇 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田秋夫妇对这个年轻人十分喜爱 后来田氏经常回娘家 一来二去竟和周斌勾搭在一起 田秋夫妇知道后 不仅不怪罪 还觉得女儿和周斌才真正般配 老两口以酗酒为借口 逼迫女婿沈三休妻 但沈三死活不肯 周斌这人好赌 赌钱时碰到沈三 沈三手臭 逢赌必输 周斌想着不如窜跺沈三好赌 赢了他的房屋铺子 到时候再让田氏的父母逼他 到时沈三一无所有 也没资格霸着田氏不放了 理想很丰满 现实却很残酷 没想到逢赌必输的沈三 竟然将周斌的房屋铺子 赢了过来 周斌郁闷至极 写下欠条 求沈三宽限他半月 四处筹钱还赌债 田氏对周斌是真的动了感情 知道此时候 就带周斌来和父母商量对策 田氏的母亲原来是大户人家的丫鬟 见怪了尔虞我诈 勾心斗角 他思虑片刻后说道 昨日城外三里原山镇 商贩万涛的妻子病亡 那女子的娘家与我娘家是邻居 我经常能见到 她和我女儿身材相仿 不如我们做个计策 一来可以解决沈三这个麻烦 而来也能成全你俩 接着就说出了偷师嫁祸的计策 并下毒计后 田氏夫妇先是上门激怒沈三 让他和女儿大吵 引起邻居们的注意 就在万涛妻子下葬的当晚 田氏和周斌前去道师 田氏提前将沈三哄骗灌醉 偷出绳子和张骨刀交给周斌 周斌用绳子 在万涛王七脖子上勒出印记 然后将头砍下 拿上关中财物 将无头师偷偷带到沈三家 换上田氏的衣裤 用提前准备好的猪血 撒在尸体伤口和床上 做下了沈三杀妻的假象 事发后 田氏一直躲在娘家后院的地窖中 原本等着风声过去 再跟周斌回关外老家 但是不如人愿 周斌偷师时 万涛妻子的鞋子落在土中 阴天黑 周斌和田秋都没看到 九根土一起堆在坟上 万涛七日原坟正好发现 也因此揭开了这起案件的真相 大清律明确规定 发掘常人坟种 辩官见尸 为首者斩立绝 为从者无论次数 距泥脚尖后 其发种见官 居奉早孔抽取一世 尚未显露失身 为首者脚立绝 为从距泥脚尖后 周斌与田秋已偷焚掘墓 残害亡者失身罪 被判斩立绝 田氏通奸罪 诬陷罪备障一百 与其母一同发配宁古塔 与披甲人为奴 沈三无罪释放 因在狱中受了近一个月的苦 衙门将周斌和田家的财物 全部补偿给沈三 匡之县还亲自委问 周斌和田秋被斩后 田母死在发配途中 田氏到宁古塔一年后被虐而死 所谓天道循环 作恶之人得到了报应 偷坟掘墓在古代是大罪 发掘普通人家之墓 主犯斩立绝 从犯脚尖后 如果挖坟开关为鲁尸 主犯斩立绝 从犯一律脚尖后 若发掘贝勒贝子公侯夫人之墓 主犯斩立绝 从犯脚立绝 可见古代对偷坟掘墓处罚相当严厉 这也是教化子民 对待死者更应该尊重 这起案件中的周斌和田氏一家 这可谓蛇鼠一窝 品行相近 竟然做出这等丧天良之事 来陷害他人 特别是田氏 被私情冲昏了头脑 将夫妻之情放之脑后 田氏的母亲更毒 竟想出这等奸计 到头来还是害人害己 遭了报应 奉劝世人 为人在世还是以善为本 多行不义必自毙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